港澳企业家、澳门博彩空股有限公司创办人何鸿燊 5月26日下午与香港养合医院病逝 享年98岁 昨天終於爸爸是在剛才的一短暫 在香港找到他 當長天生 享年98歲 何博士當然是在香港 一向以來都是一個舉足輕重 亦都是德高望重 和是很愛惜香港人的 亦都是傳承了很重要的 對我們家庭的教育來講 是很重要的一些人生的教會 取資社會 融資社會 一向以來都是它的重要的一些 我們將會聯東興旺更加上 雖然我們知道這一天終於會來流 但是亦都無減 我們今天難以言語的悲傷 我博士 我爸爸 是將會永遠留在我們所有家人的心中 何鸿燊於1921年11月25日在香港出生 祖籍廣東 其旗下的主要企業包括 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信號國際集團 香港信德集團有限公司 澳門國際機場專銀公司 澳門程鑫銀行等 何鸿燊是著名企業家 慈善家曾任第九至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多次受到中國國家領導人借鑒 曾參與見證中英 中仆談判 及香港澳門回歸祖國 他生前積極參與對祖國內地的經濟建設 文化慈善等事業 為澳門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